今天来开箱一个来自于玩物乐志的决策司令 因为今天刚到货了一批 就顺便拿出来一枚做一下开箱测试 里面一共有 这是我看一下 一枚大号弹簧之后 两枚贴纸 以及一个开筹器 一个弹簧 三枚贴纸 一枚开筹器 先把这两个放到里面去 这是产品的盒子 我开箱的这个是黄铜加不锈钢的材质 它表面是复古做旧 先来打开它 底座好像是金属材质 我来打开盖子看一下 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好的 收纳盒 这是本体 这个是 092号 你看它的侧边有一个危险警告的标志 你看它的侧边有一个危险警告的标志 质感是相当不错的 它这个主打的功能呢 一个是指尖陀螺 一个呢是在它上方的这一个按钮 对于我来说 它会是一个 适合放在桌面上 在工作的时候随时可以进行把玩 之后按压的一个存在 它的这个按钮力度还是非常大的 需要比较大的按压力度 我来打开看一下内部结构 这里有一个固定用的环 里面有一枚 大号的弹簧 这个应该就是它的备用 这里有一个 按钮帽 看能否把它推出来 这个底座好像无法拆除 看一下 这些问题 有些这些问题 所以我们在这一边 都会发生了 这么多的位置 应该就是 这些问题 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 你看 这些问题 但是 我看一下插这两边的螺丝能不能拧开 这个螺丝也只是装饰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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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几个螺丝确实只是装饰用 并不是说实际 实际的螺丝 那我来把它装回去 它这个弹簧力度相当大 它现在就有这样一个情况 一个是它有一个旋转的功能 最后它有一个力度非常大的按钮 那测试就到这里了